德国汉挪威电脑展开展聚焦数位化经济 也宣告全球自动化时代即将到来 这引发业界关注 新金宝集团董事长许胜雄表示 自动化之后全球的工时将会缩短 三三会举行专题演讲 邀请台经院新上任院长林建復 以全球经济动向为题 企业大佬们齐聚包括会长江炳坤 台国董事长林伯峰 及新金宝集团董事长许胜雄都到场聆听 林建復提出全球化工业4.0结合机器人来临的时代应该不远了 许胜雄表示今年景气看来就像变色龙 有期待又有考验 也强调以后走入大量自动化后 全球劳工的工时将会大量缩减 未来的世界会工时会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歧视 因为全世界进入完全新生的时代以后 那么全球大量投资在自动化 所以产品会很快的功过于求 所有的产品都一样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以后的工时会因为自动化的关系 会使得人类就像你要工作 搞不好你都没有机会让你工作 工业自动化是整个产业的趋势 远东集团董事长徐旭东透露 自己刚从巴塞隆纳的世界通讯大会回来 看到科技变得太快 现在大家都在谈工业4.0概念 台湾的教育水准很好 但是课程训练应该要再调整符合产业趋势的需求 陈和平陈伟又台北报道